我们再来看看电视剧《国事无双》 黄飞鸿当中饰演黄飞鸿的郑凯 虽然他不是武行出身 但是身手同样了得 最近我的同事去探班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他在戏当中的第一场 威亚戏就是吊钢丝 不要看拍出来非常帅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遭罪的 郑凯这左三圈右三圈的扭个不停 其实是在为一伙的打戏做准备的 第一次穿威亚 还赶上了 第一次 本戏第一次穿威亚 对于演员的安全 工作人员可是做了200%的准备和保护措施 反复确认腰带有没有绑紧 威亚有没有装牢 虽然是第一场威亚戏 但郑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适应 被吊上高台后自己摆弄了两下 立马开机拍摄效果也倒挺不错的 不过接下来要面对的这场空中飞人的戏码就没有那么好演了 将有威亚在身当浑身被勒紧的酸霜 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呀 怎么样感觉 怎么样 拍上半身就好 不要拍下半身 累着了 黄飞红不容易 我们是真的用良心在拍打戏 要飞是要付出代价的 才拍了两个动作就安全着陆的郑凯似乎还是没打痛快 面对我们的镜头主动展示起了自己的好身手 不过你确定自己不是来搞笑的吗 就是以拳为主 比较硬的一个拳 你经常会达到就是胳膊这里的反空 然后就是用胳膊手去打 OK 后面呢 后面呢就有就有虎鹤双形啊 然后有佛山无影角啊 对 就是佛山无影角 哇 没看见 怎样 真的是无影角 这就是佛山无影角 哇 好棒啊 真的 终于要真的亮出自己的好身手了 不过旁边的工作人员却遭了一样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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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伤旁人 来 哦 哎呀 真的 哦 哦 去了再现上海多家采访报道